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做的是一个线雕的一个提升 我们现在看这个线雕提升的设计要点 可以把镜头拉近一点 那我们看一下 我们这边的话呢 最主要的就是苹果机这个地方 那苹果机呢 我们可能要在这里走一条线 苹果机就会上升 那还有唇角这块 再还有一根 那还有就是这个小黑圆这块地方 还有一根 那我们做完的效果呢 就是这样的一个对比 那我们在这个时候的设计竞争点 在怎么个设计法呢 这个呢可以从这里一直到这个耳前点 都可以作为我们的设计点 为什么要有不同的设计方法 比如说它这一块没有松弛 但是这一块只是在这里 那你可以直上直下 这样的力度受力是最好的 但是相对这个顾客呢 他这边也有这个下锤 那我们的设计点呢 应该是这三个点的一个聚焦放射点 那也就是在这里 这样的话呢 那我们既可以把苹果机提上去 唇角纹拉上去 下锤的这个下克圆拉上去 那我们待会做完一边 会跟大家一直有看到 不要停 好 来 看看这里 做这个设计的时候呢 不可以就是说 正从这个颧骨的中间最高处过 要从颧骨的侧位 那也就是这里 那我们点在这里 那我们点在这里啊 我们在设计的时候 这里啊 还有这里啊 这三条线 为了这个节约这个拍摄时间呢 这个是提前销过毒 包括打过麻药的 我们大家仔细看一下 这三个的聚焦点是在这里 我不知道 嗯 视频能不能看得太轻 就在这里啊 这样的话呢 哎 大家有没有看到 在这个地方呢 你要清理一块 大概直径就是0.6这样的一个 啊 这个头发呢 给它剪的特别短 因为以免就是说 那个线上面的倒刺呢 把头发带到那个 我们皮肤里面 开孔呢 我们可以使用20G的 那个20毫升的 那个注射器的开孔 注射器针头开孔 如果说你的开孔 刚好是刺破过血管呢 那你就按压 再从别的地方换一个 那像它这个是没有 就是刚好就从这里 那我们就开始沿着 第一个设计线 那我们的目标呢 就是纯角这一块 但是这个 木偶纹这一块呢 是第二根提拉线 那我们的设计线是这样 那它这个地方没有 那我们就在它 夏合院这一块 再有一个提升 像现在这位顾客呢 相对有一点偏瘦 而且呢 那个就是皮肤的厚度 也不是那么那么的 就是厚 那我们做的时候 你能感 就是有经验的 你可以感觉到 表皮跟肌肉中间 那个脂肪 能比较薄的筋膜 那大概用手感觉的话 应该是两 三个毫米左右的感觉 只有走在筋膜层 你才可以把这个 皮肤的提拉 做到效果最佳 如果说你走错层次 走到表皮下方的话呢 或者是真皮下方的话 都会造成 就是说一些坑坑 挖挖的那种 就是说不平整 但那种事情 如果发生也没什么问题 因为 它在一段时间内呢 它 七天的那个发炎期 十四天的包裹期 那它这样的话呢 还是会回归于平整 那我们历程叫 大概有两公分的地方 要停止 因为口轮炸机 是一个圆形的 不可以把线呢 撑入到那里 好 这个时候我们拔到 那个安全筛 我们把线呢 在这个导管里面 往前穿 好 当你穿到一定的 穿出导管的话呢 它上面有锯齿 它就会挂到皮肤 我们可以 应该用视频也能看到 一根线的效果 两边的一个对比 我不知道能不能在视频上 能看清 看不清的话 我们待会会拍一个 坐立的那样一个视频 好 第二条线 是我们想要的 纯角这里 就是在这个位置 圆针孔近针 一定就是说 要找对层次 如果过深的话 伤到那个肌肉层的话呢 会造成这个顾客 就是说短时的 比如说可能要 半个月到一个月 他吃东西 说话都会有疼痛感 但这种现象呢 还是会被销售 为什么 因为这个线呢 是可以吸收的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针走的 它的这个轨道 就是我设计线的 那个轨迹 好 到这里 那我们没有必要 把这个线完全都送到我们 那个想要的位置 只要达到那个 就是送到我们最底处 只要达到我们想要的位置 就可以 因为张嘴 闭嘴和这个张开嘴巴 它这个下喝原的线呢 如果过深的 把这个地方连接在一起 对于它的吃饭 说话或者是唱歌 都会有影响 因为它这个是两个分开的区域 好 拉掉安全帅 往前送 好 这个时候你要做的就是 拔一下导管 看一下这个线 有没有停留在那里 哎 你看没有停留 没有停留的话 还是推到原来 把这个线呢 直接往前送一下 在送的同时呢 拔一点导管 好 我们在这个时候呢 再拔一下试试 好 我们的线呢 就保留在了那里 现在的话是可以看得出 明显的差距 我这边设计的是三根 一侧三根 好 这个花鱼有糖吗 有糖 大虾和原来的地方会有 没事 感谢观看 好,我们待会儿会让这个顾客呢,做起跟大家看一下这个效果,来做起一下,可以说非常明显的可以看到这个,无论是,虽然这边是背光啊,大家可以看到唇角纹和法令纹都没有了,那这边如果想做到一样的话,那这边应该是这个样子,还要狠一点,包括这里, 大家这样的话看到,可能或许才是一样的,对吗,那松开之后呢,就很大的差距,好的,待会儿我们进行这边,来,可以,用你的手机拍照照片, 哦,太不乐了 首先呢,很多就是说这个, 学员呢,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个法极线内侧,第一的话是,我们就是说隐蔽伤口,第二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面部,这个头颅上面,最大最厚的筋膜区,就是我们冒状筋膜区,也就是法极线以内的区域,它这个筋膜区的受力程度会非常的紧,那我们可以,我们的脸呢,我们在这个也是有筋膜的, 我们在动的时候可能就是幅度比较大,但不可能有头发,你拽着头发,头皮能会是这样的移动幅度,所以说我们要挂在帽状筋膜区,这样维持的效果是最佳的, 包括提升的力度也是最大的,那线头怎么处理呢,只需要把,把剪刀往下压,剪掉,就OK 剪掉这个时候呢,要检查一下,伤口,伤口周围呢,有没有像伤口内的小头发,没有,没有的话呢,待会可以跟大家用棉棒, 银压一下就可以 好,这边的话也是没有碰到血管 如果说碰到血管怎么办呢,碰到血管的话,按压一下,再选一个位置就可以了,因为这个血管每个人的分布都是不一样的,虽然这边没有画设计线啊,大家可以想象到的 那第一条线呢,我们在拳骨的外侧是纯角这个,这个位置,那第二点的话是他莫尔文的延长线的位置 那第三个的话是他下河源的位置,有一点垂直啊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方式点刚好是在这里 我用的,大家要看一下这是顿针啊,不是锐针,对针 顿针的话有个什么好处呢,他就不会吃破血管 走这个感觉,什么样的感觉是对呢 既有阻力,阻力呢,又不是很大,他是节节阻力 他不是说一直阻一直阻,或者一直松一直阻 他不是那样的,如果一直松一推就到了 那肯定是直方程,就是应该再往下面走一点点 如果说你怎么推,他都不走,那就是全在筋膜层中央 那样的话呢,也是会导致就是说,筋膜拉的有点变形 就在脂肪层下方,筋膜层上方 这层次的顾客感觉是什么样的呢 是一种酸沉胀的感觉 因为筋膜层,神经是只有神经 就神经不像我们表皮神经那么那么丰富 但它还是有神经的 有神经呢,你通到那个神经诸书的话呢 或者是神经那个线的话呢 它会有一种就是说,胀胀的那种麻疹感 用手把线往导管前面放,试一下 然后再推针,看一下线是不是有跟着出来 如果没有跟着出来,那就证明线挂在筋膜上 这样就可以了 好,我们第二条线是在这里 把它这个做起来的时候 大家有看到木偶纹这块 因为我们这样提升的话 大家看到木偶纹和它的交叉点 刚好是90的一个角度 这样的话提升效果是最好的 大家能感觉到就是 我不知道能不能在这个上面听到声音 它有啪啪啪的那种筋膜被通破的感觉 它也不是一直煮 一直煮的话你是通的就是说过深了一点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导管在我们手中使用的时候 你不要说一只鲜或者是一只鸭 你要看想要你走的层次 如果在圆弧点过深的话 你反而压它就这样半圆弧压 才是一种让它翘起的一种方式 我看你走的这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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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走的就像是一种方式 我看你走的维修 到这里之后 如果这个阻力很大 一定要刺破这个阻力 因为它是筋膜的一个 如果你没有刺破这个阻力 等于说是筋膜是有弹性的 等于说是 你把这个地方的筋膜 推移到这里 它没能挂到这地方的筋膜 你待会退线的时候 这个地方的提拉 是相对来说不是那么完美 必须要 就是说把它透过去 OK 就差这一下 刚刚还是阻力蛮大的 拔掉安全筛 往前送线 往前送线的同时 退一下导管 看看线是不是有跟着出来 没有 没有就好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就差这一丁点 下河源线就可以了 我用的这个线相对市面上呢 不是那么的好找 我相信大家都有看到过哈 在这个 就是正常这个手指去比它的粗度 大家可以看到它可以赶上一个 5毫升针头的粗度 而市面上所卖的这个线呢 这种线粗度的 我只有这一家才用到 别的家我还是没有买到 这个我想要的位置就在这里 那你可以想着它的适应 它的这个通道是怎么打开 如果说有的地方呢 特别瘦不容易打开 你就把它的皮呢 给掐起 捏起一点点 大家仔细看 这个筋膜层它是一顿一顿过去的 我不知道能不能在这上面能看清晰 仔细看这个动作 往前推线 往前推 推的同时 推一下导管 而线还保留在那个位置 就是你想要的了 因为被挂到筋膜之后呢 那就可以了 OK 这边也是同样 把剪刀压进皮肤一点点 把线往外